18日张子林最美笑花黄灿灿写电影爱情麻辣烫之情定终身现身北京科技大学 为影片即将上映宣传造势 便于北科大的张子林是我国首位世界小姐的冠军获得者 涉足影视圈后更是表现不俗 此次在影片中张子林更是突破以往的角色 以独到的个性圈示出了比北京大妞更爽脆的现代女性的爱情生活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情感生活也是格外受到粉丝的关心 与老公聂磊结婚后两人的造人计划也备受关注 现场张子林透露已将造人提上日程 而在生男生女的问题上张子林却与老公持相反的意见 有这个打算因为大家一直在问然后家里人也很期待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不会等太久吧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没法达成统一 因为她喜欢女生或现在男孩子 10月18日张子林最美笑话黄灿灿写电影爱情麻辣烫之情定终身 现身北京科技大学为影片即将上映宣传造势 并与北科大的张子林是我国首位世界小姐的冠军获得者 涉足影视圈后更是表现不俗 此次在影片中张子林更是突破以往的角色 以独到的个性圈述出了比北京大妞更爽脆的现代女性的爱情生活 而在现实生活中 她的情感生活也是格外受到粉丝的关心 与老公聂磊结婚后两人的造人计划也备受关注 现场张子林透露已将造人提上日程 而在生男生女的问题上 张子林却与老公持相反的意见 有这个打算 因为大家一直在问 然后家里人也很期待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不会等太久吧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没法达成统一 因为她喜欢女生 我现在男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